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趣就在手开心玩音乐 大家好我是乐乐学员Joseph俊伟 所以在这一集就让我来谈一谈这首原创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故事 这首歌其实是在2020年教师节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也是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那个时候是因为MCO所以就呆在家不能去学校上学 所以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写一首歌送给老师 有人就是问我为什么会写一首感谢老师的歌 为什么还是马来语 因为很少人会接触这种类型的歌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对我来讲其实老师真的有帮助到我非常多 其实我的这首歌的创作理念我从来都没有分享过 可能身边的人或者是朋友都有目睹过这一切啦 所以这一次在乐乐伙伴这个节目 给我把这一件事情就是分享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到放好频道收看完成版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言语骂凌 我会被霸凌的原因我想回去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 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以前的带人主事的方式啊 比较小气 就好像有人来问候我 我也不会跟你回答太多 所以那个时候也因为这种各种原因 所以导致到我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少朋友 所以在那段时间也让我觉得就是很可怕啊 因为还历历在目的事情 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候就是当老师讲可以自由分组的时候 在班上我就是被鼓励的 然后被比加入到的那一组的主员也会嫌弃这样啊 所以我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朋友啊 也会受到遭殃也会一起被讲啊 所以就是最后有些朋友就会因为这样就跟我没有太多的来往了 其实言语霸凌比肢体霸凌来比的话更可怕 因为肢体霸凌如果你霸凌者打人至少会有证据嘛 可能是受伤 可是言语霸凌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跟老师讲啊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啊 还是跟谁谁一起讲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你只是讲罢了咯 因为你都没有怎样啊 你没有证据你也没有皮外乡什么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啦 为什么我要去感谢老师其实是因为他们帮助我挖掘了我的才华 我从被霸凌的后的一段时间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逼自己调整好我自己的情绪 我不需要去在意 但是讲真的很难不去在意啊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去转移注意力咯 然后我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 例如一开始我去 呃就是我不会剪辑影片 然后我就去尝试 我现在看回去我的以前的影片 可能就真的是有些很乱啊 但是现在的有了一定的技术 有一定的水准 也有去学 然后也有去参加比赛 拿过冠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发觉在音乐的领域 我开始爱上音乐 一开始先从学乐器 然后到词曲创作 更大的突破就是去 接触到后期制作 学编曲啊 混音啊 代后制 所以在那段时间 呃真的很忧郁 但是有了老师们 或者是身边的人一些的苦力 让我去尝试去做一些事情 那后来我就不在意之前的那些经历了 现在想回去 可能如果我没有经历那些事情 可能我也不会去尝试更多的东西 当然现在想回去 前举霸凌这种东西 其实也阻止不了 所以心态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做这音乐的这一块 所以因为可能会收到一些负面的回复 或者是评论留言之类的 就是所谓的键盘侠啦 以前我是完全不敢面对的 可能我就会把他们留言就是 或者是屏蔽掉或者是删除掉 可是现在我不会去太在意啦 最重要还是我清楚我自己的目标 我要去做什么这样 嗯 这首歌今天其实也挺特别的 因为在我手上的 应该是整个节目里面 我们遇到的唯一一首全马来文 就是全国语的一个作品 我自己当然觉得其实也蛮特别的 就是如果可以在这个节目上呈现 尤其这首歌是献给老师的 你是想要表达大家都很感谢自己的老师这样 嗯可以在这里 马上浏览musicbuddy.funhub.my 点击马上投票 登录Google或者Facebook账号 接下来选择Joy站队的 Shright Goodbye的目这一顾 Joseph俊伟 填写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最后点击PlaySport 就成功投票啦 还有还有最重要的 还是要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哦 净 racism 除类 Wait till休息 中文字幕提供 Stções